持续了三个星期的黄背心运动 星期六演变成严重暴乱和警民冲突 情绪激昂的示威者放火烧车烧房 还大肆破坏商店和银行 警方出动了水炮 催泪弹和阵暴弹 驱散失控的人群 最终导致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110人受伤 将近300人落网查办 黄背心运动越演越烈 星期六再有大批示威者涌现街头 继续抗议政府调高汽油价格 生活费负担过大 示威者怒火中烧 情绪非常激动 最终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 示威者不止放火烧车 还大肆破坏附近的建筑物 敲烂银行提款机等等 行径完全失控 警方被迫出动水炮车驱赶人群 但是部分示威者直接张开手 跪在水炮车前 强大冲力的水柱打在身上 也不愿离开 水炮失效 警方再发射催泪弹 结果示威者直接捡起催泪弹 丢向警方 迫使警方镇压行动再升级 不断发射震爆弹反击 尽管如此 示威者依旧没在怕 而且行为越来越猖狂 直接放火焚烧建筑物 来到晚上 一眼望去 浪漫之都变成了人间炼狱 不止火光四起 整个天空还弥漫着催泪弹 震爆弹等各种烟雾 到处一片白茫茫 警方持续强行镇压 最终逮捕将近300人 冲突导致110人受伤 当中包括20名执法人员 示威群众散去之后 到处一片狼藉 满地的垃圾和玻璃碎片 就像经历了世纪大灾难 最伤心的莫过于无辜遭殃的商店业者 我们炸了房间 到4半半 5下 我认为是在这位时 我离开 我不知道是否也能不能够 或是否要够 但在中国 不在外面 这不是不太好 这不是很棒的 但这国家 但是一个很美国 但必须要保护了 我自身上 我自身上 法国内众部长卡斯塔纳 后来接受电视新闻访问时透露 大部分被逮捕的人 都不是真正的黄背心人 他们故意混入人群中 制造骚乱 破坏原本和平的示威 卡斯塔纳指出 政府愿意展开对话 寻求解决方案 而目前正在阿根廷 出席G20峰会的总统 马克龙也透露 他会和部长们展开会议 想办法解决 这一次的动荡局面 但是黄背心已经表明 只要政府一天 不撤回调涨汽油的指令 他们就会继续占领 国内各个城市 来到年尾 本来应该是迎来大量游客 欢庆圣诞节的时候 这个原本能让法国 透过旅游获取高收入的季节 现在看来只有逐渐扩大的经济损失 各大酒店和商场 预计会损失上百万 谢谢观看